中共声称将向非洲投资3600亿元人民币 一半以上将以信贷方式提供 另外还提供10亿元人民币的无偿军事援助 为非方培训6000名军人和1000名警务人员 并邀请500名青年军官访华 外界担忧 这将是中共一带一路债务陷阱外交策略的重演 中共去年向非洲国家提供了价值46.1亿美元的贷款 其中安哥拉最多 截止去年 安哥拉总共获得中共460亿美元贷款 占其外债的40%左右 现在安哥拉每月要拿出1.5亿到2亿美元还债 有网友在X平台留言 批评中共对外大撒逼 却不管国内百姓疾苦 留言说 2024年中国到处水灾 雾霾 癌症 疫苗灾难 老百姓都快饿死 没粮食吃 党员 公务员工资一降再降 老百姓处奴不如 党员党奴不如 据统计 到2022年 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 国有企业和金融系统的债务 至少约390万亿元人民币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于亮吃小综合报道 老百姓 黄星